都说新国标电动车跑不远 今天小行家就来盘点 最能跑新国标电动车品牌前6名 他们的产品续航 可能会超乎你的想象 第6名 小牛 最高续航车型 小牛电动MPU-IL 最高续航170公里 小牛是电动车的头部品牌之一 而智能车一定程度代表科技前沿 完全拥有推出高续航车型的实力 2023年发布小牛电动MPU-IL 号称是小牛时尚最远的新国标车 最大续航170公里 虽然在今天的榜单中是最后一位 但纵观所有的新国标车 也是佼佼者 第5名 雅迪 最高续航车型 雅迪S9 MAX 最高续航200公里 雅迪S9 MAX 是一款搭载TTFAR3.0增程系统的车型 带有核心科技的三电 单绕组电机 制驾电控 以及碳纤维2.0L电池 在48伏特48AV容量之下 可以续航200公里 第4名 格林豪泰 最高续航车型 格林豪泰骑士380 最高续航300公里 格林豪泰骑士380 就是一款标准的高续航车型 车辆标配脚灯 搭载48伏特400万电池和电机 但它可以搭载120AV容量锂电池 实现最高续航300公里 是很不错的成绩 第3名 舞阳 最高续航车型 舞阳A9 最高续航320公里 舞阳是具有摩托车基因的品牌 在高续航电动车中 舞阳有不少车型 即便是新国标电动自行车 它新推出的这款舞阳A9 搭载全顺电机 定制专用加强板控制器 最大搭载120AV汽车及锂电池 可以实现最高续航为320公里 第2名 新骑士 最高续航车型 新骑士009 最高续航480公里 新骑士是一个专注外卖骑手人群的品牌 推出的车型也都是高续航车型 这款车搭载双组锂电池120AV加45AV 可以实现最高续航480公里 此外 车辆配备快充手机支架 拥有高速实量电机 爬坡角度可大于40度 获得新国标3C认证等材料 可以上牌上路 第一名 深远 最高续航车型 深远A8 最高续航 700公里 深远A8为什么能够有如此高续航 这得利于它搭载48伏特260A的超大容量锂电池 实现最高约780公里的高续航 这个续航能力放眼所有的新国标车 是目前已知的最能跑车型 位列第一当之无愧 在榜当中 未见最能跑电魔品牌台铃的身影 即便是全能型的雅迪 也只排在第五位 大品牌涉及的少 第一是这个消费市场人群很少 就依赖于1000万左右的外卖骑手支撑 这要比几亿的家用电动车人群少太多 第二还有不得不谈的超标风险 那么你还知道哪些很能跑的新国标车 欢迎评论